嗨,亲爱的粉丝朋友,你们好 现在一段时间没见面了 如果听我上次的视频的朋友 就应该买股票就应该赚钱了 基本上市场就如我所说 都说了,美国谈的政治把气 一定谈一点没问题 趁那个时间,就是执低股市,然后反弹 另外,再说一次,美国公司大型企业宣布业绩 亦都令市场的气氛比较好 所以又升上去 很多高科技股和製造晶片股票 公司都宣布盈利比预期好 CCL,Cruise股票也有新的计划 令到同时间,苹果宣布最新的科技 其实也不是新的科技 以前已经有的VR,Virtual Reality 带着那个3500美元打算买一个 这样的东西都挺难找人买 但anyway,我始终觉得国人认为 其实真正最好的方法 这个VR赚钱 其实苹果应该和Meta合作 Meta应用了这个技术 亦在疫情的时候 研发开了Virtual Reality 所以这间公司 虽然不赚钱 研发科技 但应该和苹果的名字 掛在一起 就会有好处 但是通常有钱人 做生意的人 CEO 都是觉得自己厨师的最厉害的人 所以他们很难谈到埋纳 中国呢 亦都因为苹果这只股票 宣布VR 一只股票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叫做Cornwell E Holding 1415的香港的SYMBLE 价钱是4.5年之前 在21个模拟的新高 当然最近跌下来15元 因为当宣布这个 真正做了这个Conference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人都是比较 分析家评业员 就觉得比较 觉得太贵 有点失望 但其实我想 分析一下 为什么要把这些股票 由4.5年1元的故事 讲出来的原因 因为 我只会觉得某一种 我之前介绍的股市 始终是一个潜景 例如Tesla Tesla 很多人赚钱 但如果你拿回其他EV 来小牌XpEV 来说 最近股价最低的 只有6.8元 但现在上去8元 其实潜景 始终是有机会 升回一倍 10多元 最少10多元 最后开启 70多元 这只股票 你想想 现在跌得这么厉害 当时还要憧憬到 有可能会升到 100元以上 所以 所以这只股票仍然很好 HRLN 虽然也是有52元 之前有看图 我介绍一下 跌到最低点 只剩下过几 大家看看图 其实始终看回 憧憬来说 和它的生意 虽然还在虚钱 但这些科技 只要有breakthrough 的话 其实也会冲上去 所以你看回 现在过几来说 2022年 即是一年之前 是三个多元 你再上去 再推上去 再长一点 5元 最高的时候 最高的一点 是52元 其实 这些股票再看 只要它不执轮 捱得过这个难境 再冲上去 新的公司和签 或者被人收购 其实最低 都是在看5元 10元的点 得过一点都没有夸张 当然 有危才有机 有可能 守了这么久 既然有可能 都会breakthrough 或者到最后 它有可能 都会倒闭 但我觉得 在财政 cashflow 方面来说 它还是搞定的 另外看指数方面 因为最近pushthrough 一直冲上去 其实看得到 在杜奇斯来说 你看回5年的图 其实杜奇斯还差6% 已经上升到新高 当然 所以证明 最近这段时间 因为有好消息 令它冲上去 纳斯达 亦都是 它比较差点 因为它最高的时候 真的上升到很高很高的点 如果你看 所以 其实它还有25%的空间 要上升到以前的 两年前的新高 好 那 S&P500 亦都是 其实差15% 左右 上升到 就是 之前的最高的高位 即 不是一年新高的高位 不过我再重复一次 例如 都在说 这些都不是一个新的想法 不是我说的 其实都是很 之前看到的 看法都是很 consistent 继续告诉你 大选 明年2024年 美国又要大选 通常 所以时间 真的过得很快 那么快 就做了34年 那 所以呢 这些 Party 又会想办法 如何去推选 如何去说 经济 如何搞好 它四年里面 做了些什么 令到你再去推选 它 如果不是另外一个Party 基本上 有时候 因为它做得太差 所以就选择另一个Party 意思是这样 所以它就要告诉你 它有什么业绩 在这四年里面 通常 人们都不记得 四年前的时候 所以要最近的时候 赛跑的时候 要跑得大选 拉上去 所以它一定将股市 通常 如果你看到百年里面 前两个大选 股市都是高位 那另外呢 另外 第二就是 利息 利息 早就跟你说过 5.25% 5.25% 最多给它上一次 现在个人都知道 最多给它上一次 有可能 下个星期宣布的时候 都不加息 为什么呢 有两个主要因素 第一 它出来的数字 通货膨胀 的确有户和的趋势 那当然 去不去到 那个理想的数字 其实还差很远 而且 说得简单 如果买一些便宜的东西 尤其是便宜的东西 1元 它变成1.25% 我之前也有听过 我说的朋友 sug in the box 吃两个taco 它本来是99% 加上1.07% 起到1.7% 1.81% 那现在 就是说给你80% 所以有很多小的东西 已经加得很离谱 很夸张 鸡蛋之前起了很多 但最近跌了一点 而奶之前也起上去 但又跌了 那就是说给你 民生方面 其实不是那么好 不过最近的消息宣布 就是说 有可能公司不行 个人来说 这些人还是很强 买东西 买东西 意欲很强 在美国 原因是怎样 你想想 其实每个人看回 中国都是曾经 通货膨胀 打仗的时候 那些东西起得很快的时候 你拿出现急都没用 不如吃下肚就好了 所以 那些人就一直 spending 卖东西 而且那些人的思想 很有趣 人的心理学 那些东西 今天一元 你看他起过一 再不买 必须过二 他心想 可以先放在家里 那些都先放在家里 所以 为什么 那些经济学家 经常说 想不明白 为什么那些劏货膨胀 不能跌下来 其实就是因为 当他一路在新闻 一路在那里 普通的人 拿着少少钱的人 每个都冲去买 那怎么会跌呢 所以这个就是 很简单的理论 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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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业指数来说 最近 最近星期五 刚刚宣布了指数 宣布 失业的人 是26万1 对比23万2千 所以 是在2021年10月 对比的一个新高位 所以 意味上 美国的经济 其实开始 在互和 但是 虽然 虽然换和 只不过 那些企业借钱 credit run 出来 银行 很难去借钱 做生意 但是 一般的人 仍然 很强 继续去买东西 因为那些东西越来越贵 又不放钱 银行 另外一件事 为什么股票会起呢 就是 如果你持有钱佬 有钱佬 就不是25万美金 他有250万美金 他没有可能放十家银行 如果一间银行 撿了一粒 他也没有 拿回25万美金 就变成最贵的人 这个世界有可能 所以 他唯有投资 投资 又不会买邦 他也不会买美国邦 他又不拿美国美金 又可能美金 是贬值 在一路印银行 所以唯有 就放在股票市场 放在股票市场 始终的人 都是看好高科技 无论怎么说也好 根本上谁人都知道 三岁小的哥哥都知道 高科技是将来 你现在不懂用电话 你什么都不行 就算现在贡献卡要免购 都要用电话免购 打电话都不行 所以这个科技的趋势 是逼到你不用 你不买这些东西都不行 你不懂用这些东西都不行 所以 所以你看到最近的earnings 很多公司继续 比预期更高更加好 当然 经济学家或者 有些分析员 就说 因为已经把earnings 调整了 低下来 但其实再看 股市最近跌下去之后 p ratio 其实股票是有吸引力 所以现在计算上去 根据之前所说的 所有的点 最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 最近前几天看了新闻 就说 美国又和中国 开始谈谈贸易 开始尝试 沟通 意味着 因为又是大选 对吧 所以意味着 有可能就是 令到经济要好 因为你不买东西 在trade 只要自己的人都吃下肚子 是不会有好处的 所以 他这一件事 虽然谈不谈 一定没有人知道 而且很长 好像马拉松战 真的跑了很长 几万历 但是始终是一个 给了一个很强烈的信号 就是中国股票 你看 拼多都跌了很多 他上了100元 又拉回来 有机会 现在由70元 又上了100元 最重要的是 Forecast 拼多了150元 还有阿里巴巴 虽然阿里巴巴都被人打 打得很重裁 整个跌了 但是 其实低位 80多元 是有机会 走回来 如果你算一算 他上了100元 其实 20% 20% 在短期内 是可以做得到的 如果当这两月 当这个气氛 缓和 是有好处的 最重要的是 看指数 现在的市场 economics 很strong 如果不加息 有好的因素 其实 杜奇斯 都说 你已经持有6% 新高位 比以前 拉斯达 就差一点 所以 说股票 很快地说股票 给你看几只股票 Netflix 例如 其实现在最近 真的上到很高位 420元 你看高位 跌下来 又上去 但是其实 要明白的是 这只股票 如果说指数 25% 就需要升高 你scale 这只股票 25% 的话 都是说 50% 20元 200元 25% 100元 就是520元 500多元 但最高位 是700元 所以 其实 就算 充上去 500多元 指数 也未必 上去最高位 25% 所以 就算得到 如果市场上去 市场上去 7月 又有earning season 通常earning season 7月 都很strong 它又会 升上去 另一只股票 虽然是达拉斯 达拉斯 达拉斯被扁 最低的时候 最低的时候 买了80多元 80多元 因为最近宣布消息 减价战 说不好 但现在又说 拿到tax credit 在加州那边 那些车真的可以很便宜 弄得出来 其实 Eli Maas 是一个挺聪明的人 你看看 我个人来说 他聪明的地方 是他拿中国做试点 先将中国那里减价 看看有多少人买我的车 然后再在美国减价 即是他已经知道 做research 他计得出来 要减多少点 然后再push market 于是这只股票 你看看 很厉害 由88元 冲回到200多元 即是在6个月里面 所以 我买的时候 就在82元 没有最低点买 其实现在这只股票 升了100% 你看看 真的很厉害 现在这个市况 跟以前 我们说的traditional market 不同 不可以看本书 再读回以前读书的theory 你如果跟着他买股票 就惨了 因为你看看这些大型的企业 它在6个月里面 升一倍 你信都没办法 不信 另一个example Meta Meta 没有人买广告 差到不能再差 跌到最低点 80多元 90元 升上来 又是 100多元 100多元 我买了 所以这只股票 我又升了50%以上 最近 所以看得很强 很强的市况 但其实如果用计数机一计 Meta 最厉害的时候 是370元 你看看这个浏览 如果你现在说 我说的25% NASDAQ 要追回到新位 一scale up 用25% calculation 多维说 只剩230元 65元 360多元 都未到最高位 所以 我告诉你 很多high-tech股票 如果momentum 一直冲上去 因为钱继续流入 最近 有一家公司 叫做Finder Research 做了一个市场哨团 最近 这个星期 有13.6億美元 进入市场 证明 那些人都说 我都说的 那些人不放钱在银行 就放股票 没什么其他地方可以放 是吧 其实 没办法 你又不可以放家 又不可以放隔万 所以又不放银行 根本 不放股票 没办法 你都知道 跌到死死下 做最高位 跌到25,000 26,000 有些公司就倒閉了 所以 所以 你的股票是 理论上 是only way 没什么其他地方 你还可以放些什么呢 一个普通的投资者 或者 主信institutional Investor 都是看来 股票是 理论上的equity 是最好的 你放入市场 虽然可能 一天会跌百分之十 但如果你真的要 破坏的时候 你马上拿出来 都会变成 cash 所以为什么支持公司 倒閉呢 就是因为 他突然间要拿出 cash 银行 那间公司说 要拿出钱 他就倒閉了 然后他里面也没有那么多钱 你看看United Airline 这点 其实最高点的时候 是90多元 所以 也是在说疫情之前 但现在疫情已经过了 虽然最近 中国是有 少少 即是 叫做第三疫 第二第三疫 但其实 都没有之前那么严重 所以 基本上 市场开放 国家开放 很多人都坐飞机 飞一下飞一下 所以这股票 仍然是非常之有potential 会升上去 60元 其实一点难度都没有 另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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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讲 HILN 我最喜欢这只股票 这只股票 可能就要放长线一点 但是呢 将来说都会升上去 那现在最后的 就是 如果你问我 我买什么股票好呢 那我在短期之内 趁着它的势 是好上去 如果7月 即Earning Season 又会再升 就是Tesla Google 雖然Google 都起了很多 由90元 弹到125元 30% 但是相对来说 Tesla 升了100% Meta升了100% 苹果升了25% 所以相对来说 都不是很小 另外Robots Robots 有机会 它说下个quart 将来就会有机会赚钱 那如果我始终看 我都觉得 会被Microsoft收购的 收购的 收购的70元以上 那 United Airlines 始终 航空事业 都会复苏 很多人都要飞去旅行 所以一定会赚钱 那 还有现在 Summer Travel Season 更加有利 航空公司 或者酒店业 那 如果 如果要少少 speculative 少少 risk 高级 我就介绍买中国股票 中国股票 如果 如果 这个relations 可以搞得好少少 有好消息出来 它又会炒上去 平多多 百度 阿里巴巴 JD Bilibili 那些都会 升上去 这些大陆股 可以升上去 50% 或者甚至一倍 很快 尽量很短时间 股票 其实都是 猜到你不相信 你都知道 那长线来说 我就看好 HILN XPEV CCL 这些股票 比较信息 BA 保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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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仍然赚少少 现在已经反弹了 我买的位置 迪士尼 迪士尼 始终很差 但应该Summer Time Theme Park 即是 Streaming Business 不太好 所以应该要改变 通常有一出好的Movie 就会够回它 看看有没有好的Movie 苹果 苹果 虽然Sphere 并不是我想象中 这么理想 但长远来说 他都说 你记住 2024年 即下年 Conference Show 应该会 Show Apple Car 应该有些看头 多谢各位的视频 总之 现在应该要看低 或有机会 不买入 等到7月Earning Season 等到一会儿 升上去 如果你赚到20%至5% 就可以考虑 短线来说 投资 就可以先把它卖下 多谢各位